作词 李宗盛 我声响呀 响应雷 双腿走呀 走应水 身材随爱 不亢不卑 宽威不告明别是非 甘万区区一条 走出这人间的宠备 人说爱死不过爱 一个个传说有自贵 人说写心是精彩 一传传故事她笑歪了嘴 喜笑无麻 接文章 全传走流放飞 人说写心是精彩 人说写心是精彩 一传传故事她笑歪了嘴 喜笑无麻 接文章 全传走流放飞 珍儿 姐 姐 静哥 你快走吧 珍儿 姐 我 我 我 婶子 还不快点走 哦 好好 不是 我干嘛走啊我 娘 娘 娘 你们怎么来了 你在跟谁说话呢 我在和我的影子说话呀 傻丫头 跟自己的影子说什么话呀 是啊 你跟影子说什么话 当然有话说了 人家男孩子都可以到省城参加乡试 我们女孩子却没名分 多可怜啊 娘 我已经想好了 有朝一日啊 我要劝我喜欢的男孩子 发愤读书 将来也考个头明 这傻丫头 人还没长大 就在设计自己的夫君 真是不害羞 羞羞羞羞羞羞 讨厌 走吧 跟娘回家 一个大小姐在外面瞎望 让人家笑话 嗯 我知道了 走 快点啊 走 快走啊 还愣着干什么 娘 老夫人 与不变 应万变 只要令贤孙 能把我写的饭文备熟 在相识的时候 一字不漏地写出来 我能保证令贤孙脱颖而出啊 那感情好 不过呢 我那宝孙儿虽然天资聪慧 却有些贪玩儿 我恐怕他一时难以把这篇饭文 得得滚花乱熟 这个嘛 这个也不要紧 这篇文毕竟出自我的手笔 只要令贤孙能写出个一两段 我在判卷的时候 保证他八九个离十啊 哦 老夫人您请放心 卑职一定尽力 让令贤孙出类拔萃 绑上又赢啊 此话 当真 老夫人 卑职是个主考官 可也是朝廷命官 绝无戏言啊 嗯 哎哟 这我就放心了 嘿嘿嘿嘿 吴光表哥 表妹 你找我有急事啊 嗯 也没什么急事啊 这次奴陵选拔学子 赴省城相试 我过几天就走了 有几句话 想对表妹说 表哥有什么话 请尽管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阅历的增加 我渐渐懂得了 爱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既让人感受到 痛苦的折磨 也使人得到了 欢乐的享受 吴光表哥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千百年来 云云众生 演绎了多少哀晚的爱情故事 比如说 牛郎之女的爱情传说 梁山波与祝云台的 爱情绝唱 惊天地气鬼神 表哥 像是在即 学子们都在用心读书 你怎么会有这种闲情意志 发表此类感慨啊 表妹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又是令人仰慕的才女 这您会不明白吗 表哥 男的汉大丈夫 应该有自己的追求 嗯 比如说这次相试 倘若表哥 能够发奋独强 赶上甚至超过静哥哥 那表妹的心里 也是会为你高兴的 真的啊 那 吴光一定加倍努力 绝不辜负表妹的一片期望 告辞了 Craig 头像是梵子 proper 好 诚心 你又慣张 CB ED emoji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视而不知其味 此为修身在正其心 老爷夫人请用茶 我跟老爷有事商量 你先下去吧 是 老爷 为咱宝儿谋取投名谢缘 究竟有几分把握 这胜算很难说呀 但是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就咱们这个宝儿 这个蠢才呀 我现在只能是 把那死马当活马医呀 老爷 这样做太冒险了 要不 咱们宝儿啊 不要相视投名谢缘的鬼官 只要能继身到京城 参加会试的行列就行了 到了京城 就凭咱们老爷的威望 向那些主考官们打个招呼 他们哪个敢不买账了 哎呀 真是妇人之见 我曹轩做事情 要不然我就不干 要干我就干个最好的 我堂堂领部尚书之子 宁门望族之后 凑个树进京会试 这成何体动啊 你让我这老脸王胆放啊 再说这乡士 他就是留住考官一个人 可是这会事 要应付一群老学究 男人把握 这万一要是走漏了 风声 在皇上眼皮的底下 他寻思舞弊 不然 这罪过可就大咯 如此说来也有道理 倘若宝儿连乡士投名 谢缘都不是 怎么好 再为他去争取 会使的第一名 进而让皇上 钦点他的投名状元 是这样吧 老爷 离是这么个离啊 可是那宝儿 是悉尼 他胡不上墙啊 不管怎么说 那宝儿 是咱们曹家 一脉单传的子孙 老夫人也基于厚望 宝儿的锦绣前程 你这个当爹的 可不能不管啊 谁说我不管了 为了宝儿的事情 我的头发都白了一把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为了宝儿 我不得不放下 我这堂堂 二品朝中大臣 礼部尚书的架子 去求一个 屈膝七品官位的 刘竹考 跟他套近乎 为了宝儿 我还得陪他 到省城的贡院去相视 我生怕宝儿会惹出什么事端 出事端 没那么严重吧 老爷 亲民客栈去拜访 刘竹考官 那他简直是受宠若惊啊 还有什么摆不平的事啊 不是刘竹考摆不平 是还有 谁啊 其他的人摆不平 哦 不就是那个 集水之县 沈氏刑吗 哎呀 一个屈膝七品县令 到省城的 哪有他说话的地方 我是说 每年相视 汇集 全省各地 想要博取功名的 这些考生 这些人当中 不乏人才 远的不说 就说吴光和谢进 这两个人之间的才华 就不相伯仲 老爷 我跟你说啊 吴光这孩子好说 他虽然是我妹妹的儿子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是这孩子呀 他听话 就是咱们宝儿 拿了头名谢爷 他心存一意 光光啊 他也绝对不会跳出来 惹是生非的 哎呀 我担心的不是吴光 我担心的是那个 谢进 谢进 嗨 老爷你不是说过吗 他谢进 小小的泥鳅 让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夫人有所不知 此一时彼一时 此一地彼一地 这小子 在咱们这地方 再撒野 他也翻不了天呢 然 这个谢进 却是有神童之欲 奇才之称 要是万一 在省城的乡市当中 他对咱宝儿一举夺魁 而不满 不知天高地厚地想翻案 这麻烦 这麻烦可就大了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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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你闹什么闹啊你 都快省城乡市了 你不好好在家读书 你出来干什么来了 这没劲 连你也唠唠叨叨叫我读书读书 还不够朋友了 我不是唠叨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这是咱们读书人的追求啊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啊 我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 那你就更不对了 你不在家待着 你还偷跑出来 没事的 我这兄弟啊 早就有竹子了 只是 我爹给我那篇范文 太耳口耳鼻了 所以我才溜出来 散散歇 我怎么没明白啊 她老人 你先回来 你 exatamente 中西街南北走 十字路上人咬狗 这世上什么怪事都有啊 奇才谢自民落生山 蠢才草宝却榜上有名 谁姓我 公里可言 两位兄台 说话小心点 小心隔个墙油耳 照你这么说 我还不能说了 他们官官相互 我不是 官官相互 我偏说 我就说 我非要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你这个人 刘大人啊 今日我宝人能够高中榜首 全仰仗刘大人的栽培啊 老夫不甚感谢啊 老夫大人哪里哪里啊 水要船来 船要水来 好 这话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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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回京 一定在圣上面前 见你 假官进绝 多谢尚 大人 不过 刘大人 这 虽然今天的事情已经揭晓 但还需要做到 滴水 万无一失啊 大人 您所言甚事啊 不愧是 官场上的老家 大人 您放心 哪怕它是情转语 在下冰薄 在下 万富金轮 我自有 妙计 在凶啊 啊 好 老夫人 先生来了 请 老夫人 您叫啊 天地 君亲师 先生是排上了神位的 这次宝儿的学业 就让老先生费神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老夫人言重了 您是初高徒啊 这次宝儿 又一路过关斩驾 一举夺得 相识投名 谢元的贵官 可以顺顺利利的 去京城会考 全帐老先生 你教得好啊 圣明之下 其实难付啊 先生不必谦虚 我心里有数 秦儿 夫人 把这些银子赏给先生 是 先生受累了 这点银子 就全当是提神的啊 小钱 成蒙老夫人的错爱 这些银子 小人实在是不敢受啊 老夫人在上 宝公子子番 能够出人头地 实在是出人意料 全靠他 他 自己的运气 并非小人 住嘴 是 你这是什么话 我花这么多钱 买你说说我宝儿的好话 都不成吗 老夫人 息怒 宝公子 天资聪慧 学父武车 此番父 省 省城相考 定 定能 高中榜首 高中榜首啊 这么看来 你还不算笨吗 以后 如果有人问起宝儿的学识 你就照这么说 懂吗 肯定是 姐姐 姐姐姐姐 中了中了 什么中了 是宝哥中了谢元了 谢元 不会吧 他连三字经都念不全 他怎么能考中谢元呢 奶奶说了 冒清烟了 冒清烟了 奶奶啊 要去拜祖座 说呀 我们曹家 高官得坐 高马得骑 真难以相信 枪式场上 高手如林 学子们各个摩拳擦掌 志在博取功名利禄 宝哥岂能是他们的对手 别人不说 单说静哥的学识 远在宝哥之上 他立把头筹 怎么可能呢 说的也是啊 就连教授的先生都说 这次宝哥能考中投名 是他的运气好 考场如战场 要想稳操胜阙 哪能靠运气啊 只有靠才气才行 无关表哥 都比我的宝哥强多了 为什么 他也没考上 依我看 这事肯定有蹊跷 你想啊 区区一个主考官 咱爹却把他奉为贵宾 别说爹爹 深夜到客栈去拜访 就连奶奶他老人家 也显得格外热情 三番四次请主考官 到他的卧室密谈 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姐 你是说宝哥考中 是爹和奶奶帮的 我也希望不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是刘主考 与咱爹寻思舞弊的话 那只是包不住火的 依静哥的性子 他会不顾一切 讨回公道 你干嘛 你说我干嘛 怎么了 你说我干嘛 还记 你说我干嘛 ση phone 你怎么能不能那么赢 好 放下 放下 好吃 恩师 恩师 可曾高中 简直岂有此理 也许草宝临场发挥的好 考的不错啊 怎么可能呢 我太清楚草宝了 要是别人的话我就认输了 这草宝凶无蝶末 肯定是白卷一张啊 这是真的 这还有假 你这绑纹是哪里来的 我私下来的 姐 哪位跟六都考说了好多话 可是 可是好多话我都没听明白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这下麻烦大了 什么麻烦大了 你进一个的血气方刚 他怎么能容得下 这些阴谋诡计呢 他一定会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 那要是万一 简直岂受的伤害可怎么办 也不见得 朝廷中是官官相护 针锋相对 鹿死谁手 现在还很难说呢 那会怎么样呢 轻则 草宝的图名泄源 自然会被割去 那要是严重了呢 严重的话 咱爹和刘主考官都会收到牵连 说不定 他们的乌纱帽 都将不保了 我去找考官评理 丝绑就是犯法 犯法就得 就得至罪 无理可评啊 那怎么办 路有两条 一条是按律伏法做大牢 一条是考场辩卷 哎 何为辩卷啊 如果你的文章里 真的有差错 那你就得罪上加罪 那 如果是 考官判卷不公呢 非但私绑无罪 还要挖掉主考官的眼睛 嘿 那就好了 难道你的文章里 真的没有半点差错 我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顺利 第一个就交卷了 你 你看过没有 不用看 肯定没错 哎呀 人有失手 马有失体啊 考场辩卷 起飞而戏 娃娃呀 只要有一字之差 你就必做大牢 无疑啊 走开 走开 看看这个 扬开点 别让协计跑了 快走 走 协计啊 你不必再说了 我揣摩着 刘主考官位不算高 你就是借给他一个胆子 他也不敢在乡市场上 指路回马 这件事情 肯定是尚书曹轩在暗中操作 我看 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呢 还是先避一避 男子犯大丈夫 命为玉碎 不为马权 这卷 我是变定了 哎呀 你去变卷 一定是凶多吉少啊 我看 这件事 带我禀报暗查使大人 再做道理了 走 是啊 那我这 刘大人命令及格前往 如有拖延 连他一室之罪 慢着 我一人做事 一人当 这与沈士行 沈大人毫无关系 走 走 走 应该治罪 考官阅卷不攻 本主考乃朝廷命官 我巡回各府说一不二 岂容你这乡也俗人来诋毁 来啊 在 大行伺候 是 慢 我要变卷 岂容你说变就变 本主考官不允许 大的狂徒 大行伺候 是 慢着慢着慢着 草大人留住考 岸查史大人来了 岸查史大人驾到 好 快快有请 下官迎接岸查史大人 不知岸查史大人驾到 有失远迎 恕老夫不攻了 来的唐突 彼此彼此 好 来的退下 走走走 走 不知是何事 惊动了岸查史大人 之归集水县令城堡 由于考生谢进 请求变卷 本官乃江西地方司法主管 特地前来过问 变卷的缘由 与令郎有关 请大人回避 刘大人 刘大人 那就有劳你了 变卷乃是神圣庄严之举 在这贡院与官厅进行 显 显然是不合时宿 来啊 传本大人的话 变卷改在考场 请大家考场旁听 姐姐 变卷的厉害 你听清楚了吗 我刚刚知道 如果你的考卷有错 最佳一等 我愿服刑 倘若我的考卷无差错呢 点你个投名谢员 如果是主考错了 怎么办呢 刘大人 你说呢 按律 挖 挖眼睛 不错 暗插使大人 今日当众变卷 还请暗插使大人 秉公而断 这个自然 但只准你据理答辩 可不允许你无理取闹 大人在此 他敢 变卷 谢谢 这是你的考卷吧 不错 正是 好 考题是宋军 应该是句句宋军 可是其中一节 你却恶意诅咒明君 哪 我诅咒没诅咒明君 白纸黑字 考卷上写得非常清楚 刘主考 你给大家念念不就知道了吗 嗯 快快念来 接近 在考卷中写道 大明灭 原国力 原国力 原国力帮兴行 治完毕 得法师并会赐 万民苦 亦免行 很多人 心肯定是 不要 害我 示范 忘 一个人 牵 我看 你 这个 你 最近胆大包天 竟说什么大明镍元国历 必再回我大明复兴元寇王朝 更有甚者 太祖自登基以来是分调与顺国泰民安 可是你却说什么万民苦 将你满门朝斩 量刑也不为过 报 起办 按查史大人 考生尚未答辩 单凭刘大人一面之词就要绑上 只怕不太妥吧 你给我站在一旁 许记 你有何话可说 刘独考 杀人不用刀 真厉害啊 有话你快说 按查史大人 不知可否让刘主考四字一句念一遍呢 什么 四字一句 怎么不敢念哪 这分明是三字一句句句句有解 岂能抵赖得了你恶意攻击明君呢 按查史大人 按查史大人 刘主考身为考官 断章取义妄加罪名 不知该当何罪呢 刘大人 我看不如按考生之意 四字一句当众念念 七君宋君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这 这 你念啊 你念 大明灭源 国立邦新 刘主考 刚才气壮如牛 现在怎么胆小如鼠了 念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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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灭源 国立邦 邦新 刘主考 刘主考 还是我背给大家听听吧 大明灭源 国立邦新 行之完毕 自会万民 得法施病 苦意免刑 刘大人 是这几句吗 请各位在场的官员们 还有各位在场的学子们听听 我这是七君呢 还是宋君呢 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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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主 这就是女将一对 分明是宋君 你偏说七君 竟敢在暗插史面前 大喊大明灭 原国立万民苦 这到底是谁在七君呢 我 我 大人 下官 眼睛 不太好 没看清楚 休息片刻 休息片刻 好 休息会儿 再见吧 这回 我可算是长了健身了 知道什么叫唇枪舌剑了 那考场气氛啊 十分紧张 犹如利剑上弓 一出即发 你哪这么多废话啊 你快告诉我 辩卷结果 我快急死了 是 双方旗鼓相当 胜负未分 主考官刘大人 他本来断句三字一面 明显站了上风 几乎至谢静那小子与死地 可谢静那小子 后来他非要四字一读 结果反败为胜 现在主考官刘大人 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反驳之力 行了 什么三字一念 四字一读的 你快告诉我 怎么回事 你仔细告诉我 怎么回事 这管家他就是个 医护的画瓢 他都画不圆的主 干脆 我自己去看看吧 你不能去 我是想看谢静出丑 我怕你丢人现眼 老爷老爷 主考官刘大人 请求休息片刻再变 安查史大人 应免休息片刻再变 老爷您看 看什么看 你快点去看一看 安查史大人 重心升堂 是是 蠢货快去 是是 奴才这就去 奴才这就去 这是刘主考的 谎兵之计 你要提防他 更大的花招啊 安师放心 他刀笔杀来 我刀笔挡 他唇枪刺来 我舌剑堂啊 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啊 你还要仔细想想 文章的哪些章句 最容易疏漏 我想是应该没有啊 有备而来才能临阵不乱 先进了 抓紧时间 再尽心的自信一变 刚才考场辨卷 你已经看到 刘主考是朝廷命官 你是一介书生 这对你非常不利 再加上尚书曹轩明理案里 为刘主考撑腰壮胆 那你却更加处于弱势 是啊 我知道 明昌一朵 暗箭难防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可是真心不怕火炼啊 邪不压正吗 有志气 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 面对着邪恶势力 毫无拒色 精神固然可加 可胆大还要心细 与城府极深之人打交道 更要格外小心 谢金 为师在和你说话 你听清楚没有 恩师所言啊 您说的清清楚楚 学生也听得明明白白 我只是在想 如何进退呢 当众敛卷 一鼓作气 中途休息 岂有此理啊 我看啊 这个主考官大人 他一定是心中有鬼 故意时的缓兵之计啊 堂堂主考 满腹经轮 却被一个乳秀未干的 考生难住 颜面尽失啊 问题应该没那么简单 你没看见 岸查史大人 一副凶有成途的样子 姜啊 还是老的啦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招成名天下之 娃娃们发愤读书 没想到这考场如此险恶呀 哎呀 是啊是啊 如此情境 为师令人心寒啊 放肆 大明江山明镜高悬 朝廷命官 规矩方圆 岂能容这等草原妄加平害 我赌谢继 啊 主考官分明是强词夺礼嘛 是啊 我赌谢继 哥们没有大嘴说 我赌谢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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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场圣地 不许大声喧哗 走走走 走走走 走吧走吧走吧 带开 谢继啊谢继 这回 你就是浑身是嘴 你也死定了 请坐吧 来啊 继续变卷 嗯 谢继 哪 刚才那篇文章 我三字一念 你却四字一念 哼 让你狡猾地躲过了 恶意毁君之罪 但是 你那毁君之恶意 岂能掩盖得了啊 别人看不出来 难道本主考官 也看不出来吗 主考大人 好文章 好文章不怕批改 怕批改的自然不是好文章 好啊 谢继 这篇考题是宋君 那么既然宋君 这每一句都应该表现出宋君 对吗 自然 可是你却在这节文章里 故意写错一个字 暴露出 险恶用心啊 白纸黑字 白纸黑字 说了什么字 快快讲来 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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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一匹马的马 大家都是读书人 应该知道 马字下面 十四个点儿 可是谢继 你却把这个马字 写了一点儿又加了一横 大人 请您过目 这果然是错了 来啊 赞 赞 赞给沈大人看看 安插师大人 此乃是笔物 不足为企 不对 这里所写的马 并非是寻常之马 乃是万岁所骑的御马 试想 万岁的御马 要是没了三条腿 那万岁岂不就 啊 谢尽他 故意写错这个马字 用意就在这里 他想诋毁我大明江山不牢 万岁的宝座不保啊 作声 因为生活委员在核心里的工作室 已经人自作タイル어로 帘拉到谁 你去役 alto 算不是东西 看何干» 剪影成霜水中阳 长说春天里最寂寥 谁知夏日月囊 流不掉藏心上 生根发芽又结花 长说春天里最寂寥 谁知夏日月囊 莫名躁动莫名烦恼 赋予这缠缠水流淀 继续缠绵 多少情潮就去回唱千辛烧 莫名躁动莫名烦恼 赋予这缠缠水流淀 继续缠绵 多少情潮就去回唱千辛烧 莫名躁动莫名烦恼 赋予这缠缠水流淀 最续缠绵缠绵 多少情潮就去回唱千辛烧 千辛烧 赋予这缠绵缠绵 切尽翠莲 来 接下祖传之宝吧 不 伯父 伯母 此玉瓶 既然是徐家祖传之宝 我认为 在我和翠莲 还没有结为连礼之前 还是二老保存为妥 10 5 10 11 13 13 14